完全拒绝吃糖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如何健康地吃糖呢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第五条明确指出 少盐少油 控糖限酒 平衡膳食中是不要求添加糖的 如果需要摄入的话 建议每天摄入量不超过50克 最好控制在25克以下 50克添加糖是什么概念呢 比如说一瓶500毫升的软饮料 含添加糖的总量就能够达到50克 我们列个表格 让同学们看得更直观一些 比如一罐355毫升的可乐 就含有35克糖 一瓶500毫升的果汁饮料中 就含有40到60克糖 所以说只要饮用其中一款 就已经超过了推荐量了 我国喝含糖饮料的数量最大的群体 是在青少年和青年人 而且这个数据在近十年来增长得非常迅速 年轻人的饮料消费正在和发达国家接轨 稍微留意一下就知道 你周围的同学应该很少有人不喝含糖饮料 或者不点奶茶的吧 一颗方糖相当于五颗糖 让你一口气吃下十颗方糖 相信你可能会下意识地摇一下头 但是如果让你喝一瓶含糖饮料 却感觉到毫无压力 甚至可能会觉得有点意犹未尽 这就是常见饮料中的含糖量 大家看了以后是不是大吃一惊呢 另外添加糖的另外一个主要来源 是包装的食品 比如说糕点甜点冷饮等等 例如一大勺果酱约含糖15克 三小块巧克力约含糖9克 而一只蛋卷冰淇淋或者说几块饼干呢 差不多都是含有10克糖 减少此类食品的摄入也可以控制添加糖哦 此外家庭烹饪的时候呢 也会把糖作为一种作料加入到菜肴中 比如说红烧糖醋等等 所以说在烹饪 还有平时我们喝茶喝咖啡的时候 也应该注意少加或者不加糖 好可怕哦 听完我都不敢乱喝饮料了 凡事不可以走极端 大量吃甜食虽然有害 但是在适当的时候 少量吃对健康也是有一定好处的 比如血糖低的时候 我们会感觉到眼前发黑 四肢发软 这个时候可以来一小杯糖水 还有在我们运动的前后 我们可以吃适当的含糖饮料 这样之前呢 喝了含糖饮料可以提高运动的能力 运动之后及时补充糖分 还可以消除疲劳呢 那我喝点乳饮料总不会有错吧 这都有什么乳饮料呢 花生奶 核桃奶 香蕉奶 豆奶 应有尽有 我喝香蕉奶总可以吧 有水果又有牛奶 营养价值最高了 对不对 你刚刚没听刘老师说吗 这里边得含有多少糖呀 你说的没错 除此以外 这都不能称之为乳类 只能说是饮料 吃货同学选择乳饮料的出发点是好的 但他一不小心又上当了 乳饮料也是饮料哦 它属于调制乳 除了调味剂外 还加入了过多的糖分 这就使他的营养价值下降了 那我们平常所饮用的酸奶 为了口感 往往会加入过多的糖分 如果没有加糖的酸奶 又因为口感不佳 而难以销售 所以最佳的方式 大家可以在家自制 无糖或者低糖的酸奶 这样既有营养价值 又可以少摄入糖分 可是我问你 有奶会这样吃 我也是我也是 我喝了还要拉肚子呢 中国居民善生指南建议 每日饮奶和奶制品 推荐摄入量为液态奶 每天300克 奶类富含钙 是优质蛋白和B组维生素的 良好来源 而奶类的品种繁多 包括有液态奶 酸奶奶酪和奶粉等等 都是可以选用的 此外增加奶类的摄入 有利于儿童青少年的生长发育 促进成人的骨骼健康 最佳推荐的呢 就是生牛乳 既经济又不含糖 但是目前我国居民的奶制品的摄入量 在全球范围来说都是非常不足的 2010年中国居民营养和健康监测结果显示 城乡居民平均每天每人的奶类和奶制品的摄入量 仅仅为24.7克 其中一部分原因呢 是国人多有乳糖不耐受 喝了纯牛奶后呢 会发生腹胀腹泻等情况 这种身体不能消化纯牛奶的情况 我们把它称之为乳糖不耐受 又称之为乳糖消化不良 或者说乳糖吸收不良 乳糖是所有哺乳动物奶中主要的糖类 它是一种双糖 主要存在于牛奶 婴儿配方奶 母乳和乳制品当中 而乳糖酶顾名思义呢 就是消化乳糖的酶 当我们喝下牛奶的时候 自身的小肠细胞呢 就会产生足够的乳糖酶 来消化其中的乳糖 将之分解为葡萄糖和半乳糖 从而吸收入血 乳糖不耐呢 是由基因决定的 在全球范围内 这种情况的发生 也是非常普遍的 而在不同的种族之间呢 差异也是非常大 在泰国 大约97%的人不能耐受乳糖 而在丹麦只有3% 在美国 白人血统相对于非洲裔 西班牙裔 以及美洲本土血统 更能够耐受乳制品 其实在我们刚出生的时候 乳糖酶的活性是最高的 而断奶之后呢 乳糖酶的活性 就会急剧的下降 直到青少年时期 就差不多只剩下 5%到10%的活性了 在小肠吸收细胞的 微绒毛膜上 乳糖酶将膳食乳糖 水解为葡萄糖和半乳糖 未被小肠吸收的乳糖 会迅速进入结肠 在乳糖酶活性较低的个体中 最高达75%的乳糖 未经小肠的吸收 便直接进入到了盲肠和结肠 成为了肠道细菌的食物 乳糖在这里被转变成为 短炼脂肪酸和氢气 产生醋酸盐 丁酸盐和饼酸盐 若吸收不良乳糖的足够多的话 那么这些发酵的产物 和未发酵的乳糖 就会引起乳糖不耐受的症状 包括肠脏器 肠筋鸾 腹部不适和肤泻等等 而对于存在肤脏感 胃肠脏器 腹痛和慢性肤泻的患者 应考虑诊断为乳糖不耐受 而对于摄入大量乳糖后 出现轻微症状 而避免摄入含乳糖的食物 在5到7天后症状缓解 而重新摄入后 又复发的这部分患者 可推定诊断为乳糖不耐受 下一步 我们就会应用乳糖清呼气实验 来确定乳糖不耐受的诊断 其他的方法 也包括有机械乳糖耐量实验 小肠活检 和针对原发性乳糖吸收不良的基因检测 对于症状严重 或者接受限制乳糖的膳食后 症状仍然持续的患者 还应该进行评估 以排除其他的一些病因 每个人产生乳糖酶的多寡都不同 因此等量的乳糖进入体内后 每个人的消化程度也就不同 有乳糖不耐症的这个患者呢 并不是一旦摄入微量的乳糖 就会立即出现这个腹泻的症状 而是当摄入超过一定量之后 才会出现类似的症状 其实大多数乳糖不耐症的患者 是可以喝牛奶的 只要不要过量 研究表明 一杯200到250毫升的牛奶 约含乳糖10到12克 大多数乳糖不耐症的患者 喝完后 是不会出现不适症状的 而相反 乳糖酶在人体中 如果长期不用 它就会消失 如果逐渐恢复饮奶的话呢 乳糖酶又会再生 因此我们在下一节 会对乳糖不耐的患者的同学 该如何选择奶制品 做一一的解答